告诉你们在云南的有一个寺庙当中 有一个当时唐朝有一个僧人叫天际大师 我记得我曾经开法会的时候跟大家简单讲过 他开出一个治疗人们心病想不通的药方 药方是这么写的 好肚肠一根 慈悲心一片 温柔半两 道理三分 信心要紧 孝顺十分 老实一个 阴阳善用 方便别人不惧多少 药物的主烹的方法 就是药物的主要的方法 就是宽心锅内炒 不要炒的焦 不要去急躁 去火埋三分 使用药方 不能损人立己 不能长中有毒 笑里长刀 平地将有风波起 就位 就位 感谢观看